大家好,歡迎來到薛醫師的休閒生活頻道 這集薛醫師生日帶家人來花蓮 瑞穗天河住兩晚總統別墅 650坪超大空間 全台最大五星級飯店別墅總統級尊榮領域 三間大空間臥室,每間都有溫泉浴池 DIP食人包廂享用龍蝦牛排晚餐 溫泉SPA遊樂設施玩一整天 全台遊樂設施最多的度假村 每一項都是最頂級的體驗 薛醫師飯店榜龍燈冠軍寶座 接著就來開箱吧 上次薛醫師搭飛機去花蓮住遠雄越來 這次去瑞穗搭火車比較方便 只要3個多小時輕鬆抵達 訂好車票聯絡飯店 預約接駁車的時間非常剛好 一出站馬上就可以搭上接駁車 5分鐘抵達飯店 以南歐城堡莊園為設計主題 有台版霍格華茲的美名 浩茲61佔地2萬坪 大概是小巨蛋的3倍大 抵達城堡區的大廳 6層樓挑高巨型水晶燈 大廳氣勢無敵 住別墅的貴賓會被引導 搭高爾夫球車 我們到莊園區辦入住 莊園區類似行政久安的概念 在這裡可以坐著辦理 沙發特別多不怕沒位置 還有迎賓飲料慢慢喝 行李先幫我們運到別墅 輕鬆坐車去入住 原本訂第二大間的尊爵別墅 結果很幸運被升等最大間的總統別墅 別墅是粉紅色的牆面 類似義大利莊園的風格 總統別墅佔地650坪 室內140坪可以住食人 客廳、餐廳、廚房一應俱全 專屬電梯方便上下樓 三間大空間臥室 都有套房等級大小 每間也有超大溫泉浴池 瀑布景觀漁池、詩人浪漫泳池 嗨我們這次來到了花蓮的瑞水天河 這是最大殿的總統別墅 一進來就挖這個很華麗的水晶燈 那邊也有水晶燈 然後有電梯 是無障礙的喔 Living room 有10個座位 還有一盆很多很多的新鮮水果可以吃 這邊還有開放性的廚房 有電磁爐、有微波爐、還有咖啡機跟咖啡豆 數不清的茶包跟餐具 這邊很多茶包跟餐具 還有杯子跟刀子插熱 每一款杯子都準備了食人份 餐具也是食人份 可以在這裡辦家宴 哇這邊好多飲料喔 都是免費的唷 而且每天都把飲料補滿 這邊是他的餐廳有食人座的座位 有一盆水果 都是新鮮的當季水果 那這邊可以看電視 看看窗外的風景 都非常的舒適宜人 這邊有高的桌球桿 可以在外面的花園裡打高的桌球 接著來到客廳 這邊是他的客廳 有一個超大超舒服的按摩椅 跟軟軟的沙發門 可以容納食人的沙發 還有電視 還有霧 跑步機 跟這邊天河飯店的 全部的大地圖 小Piu直接在客廳運動起來 然後這邊的零食都很好吃 我剛剛就吃掉一包餅乾 這邊的沙發可以看到外面的泳池 還有遊樂設施跟魚池 復步 電視這邊還有那個桌遊 可以堆積木啊 然後玩那個碰碰樂 滴滴樂 這邊隨處都可以看到有掃進機器了 如果要拿鈴鐺搶清潔 就可以按下開關 這裡面有一部私人的電梯可以乘坐 他的電梯是無障礙電梯 還有扶手可以轉 這邊還有提供免費的瑜伽店 這邊呢有通往小花園的門 從門走出來有一個日式園藝造景 嗨這是我們的小小泳池 飲料可以放在這個小彩虹上被邊 游泳休息的時候就可以喝飲料 而且是溫水泳池水質也非常乾淨 這裡是我們的小小泳池 後面就是我們的別墅啦 是粉紅色 喝起夢幻 很漂亮 然後呢這裡呢不怕沒有位置坐 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專屬堂椅喔 這邊呢很適合心思的過來玩 因為都有很多遊樂設施 像是溜滑梯啊 跟蝦蝦板啦 然後他這裡還有魚資料可以去那邊餵魚喔 這邊就是我們的花園啦 在這邊呢可以釣魚喔 咦 不能真的釣魚但是可以餵魚 這邊可以攀岩喔 這邊呢有專屬的小小高爾夫球場 看我厲害 欸這潮太長了 巡視完我們的花園 再回來我們的別墅 二樓梯梯出來有個大陽台 可以坐搖搖椅 欣賞自家的山水 再來進到我們的房間 玄關有個小陽台 我們睡四人房 一人一張大床 空間有套房的大小 原住抱枕是天成集團的特色 選用德泰的金色甜夢床墊 軟硬勢中睡得滿意 小客廳搭配單人沙發 跟一個長沙發 壁掛50吋窄片框液晶電視 坐在沙發往窗外看 可以看到自家花園的瀑布造景 配備智能語音管家 花園提供熱水壺礦泉水 都種茶包跟咖啡喝不完 小冰箱也擺滿飲料免費喝 抽屜有餅乾跟咖啡杯 杯子很漂亮 灰色拖鞋很有高級感 臥室也有掃地機器人 再來進到臥室 瑞瑞有天然的溫泉 房間都有超大溫泉池 兩個人一起泡空間還很大 溫泉品質超級棒 泡完皮膚很滑嫩 每天都泡了兩次 浴室乾絲分離 自動感應的免治馬桶 寬敞的廁所空間 提供用不完的毛巾 淋浴間有頭頂花灑 雙面盆洗手台 盥洗不用搶 精美被品盒收納非常整齊 還提供特色變膜可以敷 奢華品牌沐浴用品 一般的吹風機 其他家人的房間 這間是特大雙人床 應該是主臥 溫泉池有L型景觀 一樣乾絲分離淋浴間 一樓還有一間四人房 兩張雙人床 都配備一樣的溫泉池跟淋浴間 家人們超高興非常驚豔 一邊拍照一邊折折稱奇 房價一萬五萬 幸運升等非常感謝 這邊是別墅的外面 然後就跟在歐洲的小路散步一樣 充滿了歐式風格 這裡有一個綠色隧道 讓我們一探究竟吧 叮叮叮叮叮叮 走出來是莊園區大廳 中間有一個廣場可以玩滑板車 有一座浪漫的白色教堂 教堂旁邊是兒童超跑俱樂部 這邊是給兒童玩的賽車 熟度比較滿 裡面可以玩一點點的水 城堡的中庭有四集可以逛 我們來到他的歐風四集 中間有個童話故事的馬車 入住贈送金幣可以來四集兌換 順便買半手禮回去或是玩遊戲 小Q喜歡玩射擊遊戲 婆婆媽媽們殺價買得很開心 這邊主打豐富的精子遊樂設施 有旋轉木馬跟充氣溜滑梯 跟小Q一起玩旋轉木馬 很多小朋友玩溜滑梯安全又好玩 還有可愛的小火車免費無限搭乘 射箭場體驗當獵人 青子別墅區色彩繽紛 很像荷蘭的彩色屋 青子別墅區這邊可以玩卡丁車 速度很快 還可以甩尾超刺激 我喜歡早上到這個花園散步 跟大溪威斯汀一樣 有巨型的夕陽旗 噴泉造景就像到歐洲宮廷花園 白色涼亭就像來到奇幻的精靈國度 城堡大廳還有很多遊樂設施 用50吋電視螢幕在玩電玩 跟小Q比賽開車 賽車超有臨場感 到健身房還有Switch可以玩健身遊戲 大型劇場可以看電影 還有免費抽獎 設施玩了三天還玩不玩 到了晚餐時段 庄園區房客到牛排館用晚餐 這邊的菜色聽說比較精緻 住總董別墅的關係 特別開了包廂給我們用餐 可以農納十幾人 感受到滿滿盡農禮遇 不只空間非常大 還有不錯的景色 有單點的主餐 自助吧豐盛高檔的海鮮 鮑魚干貝太奢華了 生魚片的油花很漂亮 新鮮爽口 煙燻鮭魚也好吃 有四種窩壽司 涼拌的料理 冷肉區有幾種特別的火腿 起司種類豐富 來自義大利跟法國高級乳酪 搭配果乾或核桃 不只常見的帕達諾起司 還有紅酒跟威士忌口味 熱湯有歐式的南瓜濃湯 還有中式的排骨湯 熟食有原住民野菜飯 奶油義大利麵 香味鋪比的牛肉料泥 軟嫩的法式豬腳 羅勒奶油蛋彩 松露白醬烤雞 道地的炒山酥 酥脆的炸可樂餅 兩種口味現做搖烤披薩 紅酒無限量免費供應 從海鮮開始來吃 生魚片油花豐富值得推薦 食材用的相當高檔 不輸高級西餐廳 還有花蓮在地特色 奶油濃湯用在地瑞穗鮮乳 主菜上桌 頂級菲利牛排 搭配龍蝦尾 外脆內嫩的 比目魚 還有點綴魚子醬 西班牙 頂級伊比利豬 口感如牛肉般軟嫩 每一種主餐都搭配龍蝦尾 收好無比的晚餐 吃完主餐還有豐盛的甜點 有草莓松露慕 日式麻薯 巧克力銅鑼燒 蛋糕豐富度不輸高雄萬好 法式栗子蛋糕跟檸檬蛋糕 玫瑰覆盆子蛋糕以及芝麻奶酪 起司蛋糕 藍莓小塔 焦糖烤布雷 小顆的甜甜圈 丹麥麵包 麵包布丁 新鮮水果 飲料區 多種特別口味的 啤酒跟紅酒 還有星巴克的咖啡雞 哈根大斯四種口味冰淇淋 每一種蛋糕都想拿來吃 不過真的吃太飽了 有許多特別的甜點 每天還會換一些 這是我最滿意的 飯店晚餐 吃完晚餐出來看精彩煙火 好 好 近距離城堡煙火比跨年還漂亮 不只煙火很精彩 這邊的金色水樂園還可以再玩一整天 占地2000坪的汽水設施 草舵水槍跟溜滑梯 小朋友玩水的天堂 戶外溫泉水療池 背景是繽紛的別墅景色 據說有108池 香味撲比的玫瑰精油池 我喜歡這池有檜木香味 溫度也最剛好 石板浴類似岩盤浴 很容易不小心睡著 黃金溫泉區 礦物質很豐富 有數十種溫度的溫泉池 跟牛馬溫泉相似的金銀湯 戶外按摩水療區 這邊一個角落的SPA設施 就比高雄萬好的SPA還多了 豐富度絕對全台飯店之冠 如果白天太熱的話 也很推薦晚上過來 晚上人比較少 打上燈光更漂亮 可以更清淨悠閒享受溫泉 跟房間內的泉子一樣 泡完皮膚都會變光滑 室內也有很大的水療池 蒸氣室跟烤箱在室內 還有大型溜滑梯 推薦一定要玩 我們都有下去滑 速度很快很刺激 家人們在這一區就泡了一個下午 有飄飄河可以輕鬆飄呀飄 來這邊步調就是要悠閒 沒住別墅也不怕沒游泳池 這邊奧運標準游泳池 自己一個水道沒人搶 要小心這個精神時光屋 一整天就這樣玩不見 最後來帶大家看看他的早餐 一樣在牛排館 主餐也是單點 蜘蛛吧有琳娜滿目的麵包 有台式的肉鬆麵包 蔥花麵包 菠蘿麵包 可頌麵包 歐式麵包四種口味都很好吃 兩種吐司 還有法國棒蛋糕 日式蕎麥麵 日式涼拌配菜 很不錯吃的火腿們 早餐的起司就少了一些 生菜沙拉區 水果優格 熟食有雞肉咖哩 義大利麵跟番茄炒蛋 炸雞塊跟薯條 無糖豆漿 微蒸湯 花蓮知名的公正包子 豐盛的中式早餐配菜 麥片搭配產地紙送的瑞瑞鮮乳 當季新鮮水果 再來一杯星巴克咖啡 我點的是日式早餐 鮭魚卵茶泡飯 魚卵給很多 吃起來超滿足 搭配溫泉蛋 唐陽雞塊 光吃日式早餐煮菜就很飽 西式主餐是班尼迪克蛋 可以不同天換下口味 還有花蓮知名的公正包子 不用排隊買 菜色豐富又精緻的早餐 從總統別墅退房 高爾夫球車來載運行李超方便 雞飯完行李之後 先不急著走 飯店還有送我們吃午餐 到水樂園旁邊的美鑽廣廣 吃個香味不比的燒肉 要離開還這麼熱情招待 回程的接駁車被我們家包車 服務真的太滿意 很感謝讓薛醫師生日有個完美的度假體驗 感謝收看歡迎訂閱按讚分享